歡迎大家收聽自由亞洲電台的維港外望 有我林忌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11月5日 也就是星期五 透露了為了跟中國大陸通關 香港人要進一步接受個人自由受到限制 當然政府就說到很輕描淡寫 意思就是個人自由受到限制 問題的根本最基本問題就是 你說防疫措施可以經過全民檢測 再經過大家打完兩劑疫苗之後就可以放寬 這個政府答應了這些說話 言無信而不立 你自己答應了可以做我們防疫工作 我們不要跟你說其他政治上的事情 只是說防疫 你自己在防疫問題上答應了香港市民 再進一步放寬的不是不行的 有得談的這些全部 結果呢 結果談了在哪裡呢 一日到刻就打羅打鼓就說大家市民 不聽你知底不肯去打疫苗 那些年輕人現在全部要上班的那些全部打了疫苗 然後聽了你話 要打疫苗 基本上不是聽你話 甚至大部分人自動自覺覺得 既然疫苗安全OK了 然後就要去做 偏偏這個政府不單止沒有去放寬這些措施 現在還說不是了 為了通關 去到尾 其實這兩年多以來大家都非常清楚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同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為了一些政治上的任務和政治上的目的 是不斷去說一些謊話 說一些謊話欺騙我們香港市民 這個是一個非常客觀的事實 最近也都有這個最新的例子 剛剛你這個所謂聲稱 早兩天的時候說會接受這個第三針的科興的時候 被記者問到你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問 為什麼抗體 這個數字上面你看到復必態是更加好的 跟著你政府官員作為特首繼續打科興 林鄭月娥假新聞 你一天到刻就說這個疫苗是一個科學問題 就不要搞政治化 林鄭月娥自己說什麼 哎呀抗體就不是說數字越高就一定越厲害 夠就可以了 這些擺道明就是假新聞的說話 疫苗的抗體數字當然就是越高就越厲害 因為有所謂抗體水平越高 你都不代表你是包生仔是不會感染病毒的 你都仍然是會感染病毒的 什麼叫救用呢 有一樣東西叫救用的嗎 病毒的變種在不斷日新月異 以及就算現在現有的一大堆 它的Delta變種是會令到抗體是越來越弱的 科興為什麼打完半年要打第三針 就是因為它不夠用 你說夠用就好 為什麼會夠用 跟你說到就好像全部的抗體數字 總之一刻是會夠用 然後就叫做救 事實就完全不是這個 沒有人是包生仔的 這個說話 你這個打疫苗 只是越高抗體水平 令到你能夠感染的機會就越低 這個是絕對一個所謂比例的數值上面 牛津大學的研究都已經出了 要對抗這種的病毒 抗體水準是越高就越好 你林鄭月娥一年前的時候 講大家太過政治化 什麼都政治化 然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疫苗的接種 你現在告訴大家 科學的問題 你不是用科學的解決方法 你明明就是為了政治原因 就是打這個科興 你偏不承認 和大家說謊 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說數字越高就一定越厲害 假新聞核實的人 經常說這個是假新聞 叫人全力打擊假新聞 你這個特區政府 為什麼要說這個假新聞出來 為什麼你林鄭月娥 要帶頭去做這個假新聞出來 這個是完全沒有需要的事情 客觀事實就是什麼疫苗 適合你更加自己 你已經說 現在中國大陸的標準 是要用科興 他們就不承認復必泰 你要去中國大陸 那你就要打科興 這個就是客觀事實 為什麼不這樣告訴大家 事實就是說復必泰會被中國承認 吹了幾多個月 然後到最後都沒有承認 然後繼續在這裏 現在就是政府自己帶頭去說這些疫苗的數字上面的謊話 然後大家就更加不信任你們的政府官員 然後就問 為什麼你們不相信政府官員說的話呢 為什麼你們不相信這些科學上面的數據呢 現在全部人拿著科學數據告訴你 經過這麼多個月大家看到了 包括就是說 打完復必泰之後 跌下來的機會是低一點 因為本身的數值是高 抗體水平是高 跌也還有在這裏 所以可以遲些打第三針 這個就是客觀事實一 客觀事實二 就是因為抗體水平高的二十幾倍 於是乎那個所謂能夠防疫的能力是更加強大 因此在數字上 越多人是打復必泰 就能夠令到全香港 如果譬如老人家 老藥他們沒有辦法打到疫苗那幫人 他們就可以更加安全 因為越多人不打 所有的基數 要做到全民 不需要再面對封鎖的境界 就越需要更多人去打 更加有效率的疫苗 你政府再一次 大家都說了 你明知道 一年前的人不知道 誰知道這些疫苗的效用每天都要試 那時候還有些人幫政府兜 就是唯一用科興 因為每天都要試 試穿它 試穿它 你便知道 數字上的東西 不試不知 可能有反效果 不知道 所以每樣都試穿 試穿 你自己有數據 接著去到最後搞防疫的時候 不好意思 不理了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政府 搞完一大輪的大龍鳳 不單止不能夠令到香港市民 是能夠更加自由 而不需要再採取更多的防疫措施 現在回頭 明明是沒有疫症 明明已經是絕跡 沒有本土感染個案 極少的本土感染個案 還要來自那些東西 還要進行 再進一步收緊的豁免 原本的外交豁免還有很多 現在全部連外交豁免都取消 除了大陸那些不取消之外 那些是內交不是外交 什麼都你說了 龍門任你搬來搬去 這個時候突然又不行了 去到最後就要連我們香港 現在放風了 全部的食肆要變死肆 那不要吃 沒有電就不要吃飯 現在的情況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搞 越搞下去 大家就更加覺得你這個防疫政策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騙局 為什麼是騙局呢 你答應了我們香港市民說會進一步放寬 如果大家做了很多事情 結果打了這麼多疫苗出來 是得過吉 不單止沒有改善 還要完全倒退 而你覺得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的負能量 對於你自己的政府 那你就騙自己 當然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的政制之下 你做什麼都可以 全部都是恩賜 但是問題是 你越是這樣做 你政府 最後大家的市民會有什麼滿意 現在到最後就是自食其果 就是最支持政府的人 最好笑 老人家是可以豁免 因為你都知道要靠他們 去用這個安心出行 要用這些手機 是絕對得過吉 最後那些老人家是不懂得用的 現在就個個在排隊入紙仔 全部變成老人家要排隊入紙仔 那些小朋友 荒誕到就是政府的那些設施 那些體育館 不願意接受那些兩歲的 還在坐嬰兒車的那些 嬰兒去進場 因為懷疑他12歲以上 可能 因為夠12歲就要有安心出行 要不然就不給用 去到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 很多小朋友 根本一定是不會用手機 再加上現在你說嬰兒 更加不用說 嬰兒沒有證件 所以沒法證明自己 所以就不讓他們進去 用什麼邏輯 才會用這樣的行為 會不讓人進去 所以去到最後大家都知道 整件事是荒誕 亦都是荒謬絕倫 但這些荒謬絕倫 為何會這樣進行 就是很簡單 政府這樣說 嚇大家 然後喜歡就執法 不喜歡就當看不到 有什麼事的時候 又找你算帳 所以去到最後 那個市民對於整個制度 對於整個市面上的一些 所謂的事情 沒有這樣的態度 然後放屁 政府內部的 你搞多多少個 叫人家宣誓 怎樣效忠 現在就全面跟大陸那一套 是看齊 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 原本整個自動自覺 是自律的東西 你完全就不信任 你不信任什麼 看回這幾天的數據 中國大陸自己 本土感染多少數字 我想請問 現在我們香港本身 沒有感染數字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 幾十宗幾百宗的 感染數字的中國大陸 要跟它通關 最後就說 要我們去進一步收緊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為什麼它有本地感染的時候 我們要進一步 通關 然後要我們收緊 不是他們收緊 過百宗的確診個案 剛剛這個是4號的新聞 本土病例有87宗 是你自己公佈的 所以去到最後 大家問一個問題 本身大陸是有個案 但是我們香港沒有什麼個案 跟它做這個配套的時候 居然是要我們進一步收緊 所有的東西 那大家就問回一個問題 等於像你去旅行 有多少人 會全部是 裝了當地的APP 然後要去掃那樣東西 現在 去到最後 任何建築物出入 都要去掃 所以去到最後 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這樣搞法 你那些所有的室內的廚所 或者你要去經過 要去用的廚所 全部會怎樣呢 食肆全部都要 那就是最後變死肆 現在你看得到 就是有些人 一直以來 就極度不切實際 說這個政府裡面 也都有 也說一些商界人士 他們一心一意 經常以為 通關 大陸遊客就會大舉地衝下來 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本身你的疫症 一路解決不了 那些人都是不會衝下來的 因為他自己都搞不定 第一 第二 現在他們的環境 什麼環境 看新聞 各樣東西 他們自己都不順利 各樣東西都有很多問題 所以是否還可以以為 好像幾年前 一通關 一堆大陸人來 不斷瘋狂消費 整件事情 已經是不痛了 但是那些人 只是幻想那個好景的年代 然後對於香港自己的事情 就完全不重視 硬硬要去通 好了 最後通完會怎樣 最後通完就是連香港本地的市 全部死了 現在這樣搞法就是變死市 怎麼搞呢 那些人更加不會出去消費 我這麼煩 為什麼要出去消費 出去做任何的交易 進入任何你的看商場 完全就是這麼不方便的 如果是全部都四處禁 那就是派一個人去附約做 其他人全部不去 我有多少部手機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個政府不斷要把限制強加於市民 市民當然就是不想你用這些限制 那你搞什麼 做完這些事情的時候 更加令到不開心 最後你不是去開園 我們說很久了 你如果願意開園 大家看到你的程式碼裡面是安全的 那些程式碼裡面的事情 很多專家看完之後 覺得是有信任過的人看過 這個程式是安全 會儲存的資料是安全的 就不會令到人擔心你 不會把資料拿來做什麼的話 那當然 這樣更加容易去推廣 那些人去使用 不是的 政府自己的通訊辦 那些有些放風 不是的 開園 給你們拿到成員 原始碼 更加容易造假 還得了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不信任市民 還是市民不信任你呢 你不信任市民 結果市民更加不會信任你 你自己不是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現在其實去到最後好笑的 就算你有開園又怎樣 你現在怎樣抓到人 你就派一些人去放蛇 派一些人去放蛇 才抓到人 有人用假App的 你不放蛇的 他用真用假的 有幾真和有幾假 你都一樣抓不到他 問題就是這裡 你本身有開園的就是 那些市民見到的東西是安全的 他自己有信任過的人 看過的程式 覺得這件事OK的 你去推廣就當然容易很多 你政府自己不信任市民 然後質問為什麼市民不信任你 市民當然不信任你 你本身不停說的說話 每一句都是假的 這一年來你說我們會放蛇的 最後現在是要收緊 市民怎樣信任你 你想市民信任很簡單 言出必行 做回你要做的事情 你說了要放蛇的 你就放蛇 你就不會在這裡收緊 你偏偏放蛇 然後你就問為什麼大家不信任你 然後就說 所以 為什麼對政府沒有信心 為什麼不說科學 你看看你這一年來 有關於疫苗的說話 有關於這些和大家說 有關防疫的說話 有哪一句說話去對現 有哪一句說話去自打嘴巴 有哪一句說話是由科學變不科學 到最後這個責任是做得不好的人 還是不信任你的人 你就自己想 你也可以繼續說 哎呀最壞都是你們不信任我 對的這樣說話 有沒有用呢